大家好 我是阿蜜 今天帶大家去到尖沙咀 是一間法國的私房菜 講得法國菜通常都好貴 過千元一個人 今次介紹的餐廳 價錢相當貼地 最便宜的餐每位只不用500元 就可以吃得到 有多款的菜式還可以吃到 南非鮑魚、魚子醬、鵝肝等等的 優質食材 每碟菜式擺盤都好精緻 而且份量都好足夠 大家不用擔心一貫法國菜 吃不飽人的感覺 環境亦都好舒服 食物質素亦相當不錯 帶大家去看看 大家正在看的是阿蜜日常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和follow我們instagram 和大家說一下怎樣去 如果是坐港鐵的話 就在尖沙咀站B1出口 B1出口沿著尼敦道 往左敦方向走一個街口 又轉入嘉年威老道 再走兩個街口 就會到嘉威大廈 我們上去四樓 今天要介紹的餐廳 就是Lapuridus Cafe & Restaurant 今集好多謝Lapuridus的邀請 餐廳是有室內和室外的位置 室外的位置有幾張桌 座位都幾寬闊 還有一些燈色 夜晚的時候就更加漂亮 大家可能會怕室外會不會好熱 這裡其實有三部的冷氣 和天花也有風扇 當日我們是三十幾度去 但完全不會覺得熱 天花的吊線也裝了一些好好的燈 看上去很有勾式的感覺 餐桌上的餐具 亦都用上一些勾式的感覺 很精緻 看上去是嘉年威老道的街景 我們再入室內的位置看看 用了一些很柔和的燈光的吊燈 長身和桌椅 主要的色調是灰色和深紅色 是勾式的風格 說回價錢 今天會介紹這個二人餐 原價是1488元 現在正在做優惠 價錢是1288加1 記住這個價錢已經是兩位的價錢 待會我們會詳盡介紹每一道菜 大家留意 有看亞米日常的觀眾 我們都盡量爭取一些優惠 給觀眾 只要在定位的時候 說回是亞米日常的觀眾 餐廳就會免費送一款 廚師化版的前菜 給大家 而廚師化版的菜式 餐廳會按照當日的食材去決定 而我們當日去的就是法國的鵪鶉鶉鶉 本身的餐是要加98元加這一款前菜 鵪鶉鶉鶉鶉小小的有兩件 肉質好嫩滑 表面煎得好香脆 而醬汁有些少的鹹味 還有你看到下面是有些紫薯肉 都幾滑 還有好香的紫薯味甜甜的 另外亦都有兩款近底的二人餐 1088元兩位 前菜有四款的 見到有兩款新的菜式 蟹肉牛油果 踏踏配三文魚子 脆脆米餅 香煎法國鵝肝 配自家製 雜莓汁 配蘋果 主菜兩款和甜品 另一個餐因為價是888元兩位加一 前菜有三款主菜有兩款 如果兩款主菜都想轉羊架的話 就要每份加88元 最後有甜品 飲品方面 餐酒 飲品 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會上麵包腩 有兩款麵包 香草蒜蓉麵包 麵包很香脆 上面鋪滿了香草和蒜蓉味 還有蝦麥果仁麵包 麵包裏面有一粒粒的果仁 很有口感 兩款麵包都是好吃的 頭盤有36個月 伊比利亞火腿 麥瓜 溫室沙律 沙律菜用了澳洲有機的沙律菜 很新鮮 另外有一些風乾了的火腿 芝士碎 增加了味道和口感 蝦麥瓜也非常鮮甜 整個份量都不少 法國煙燻BB� 希臉乳酪配脆脆餅 餅乾上面有煙燻了的鮮 有魚油的味道 再用上乳酪和切碎的洋蔥 酸酸的 肉上面有忌廉和紅椒粉 令到更加香 吃下去有多重口感 慢煮八爪魚 配自家製酸辣汁 檸檬珠珠 這道菜裝飾真是好美 有花瓣和鹽 加上番茄粒和檸檬珠珠的顏色 顏色配搭真是好美 八爪魚軟軟的帶有少少煙燃的 很容易就會咬開 亦都有很多片 配上自家製的酸辣汁 加了香草和油 令到八爪魚吃下去更加嫩滑和開胃 這兩款豬豬好美 橙色大粒那款是甜甜的 另外小粒透明的是檸檬味 口感好爽好可愛 機煮原隻南非鮑魚半魚子醬 鮑魚好大隻 吃下去好軟的 好重的鮑魚味 好滿足 上面配有魚子醬 小小的點綴一下增加了味道 醬汁有醬油味的感覺 這一款都是好好食 輕煎帶子半三文魚子配海膽醬 帶子好大粒的 煎得表面好香好新鮮 上面配有三文魚子 和少有食到的海膽醬 有醋味的醬汁 所有東西加起來是不錯的 有兩款湯 可以選擇蝦松露野菌 忌廉湯 又或者花式龍蝦湯 在湯上面拉了個花 是好美 增加了視覺效果 首先試一下龍蝦湯 有一件的龍蝦肉 湯不會說好稀 也不會說好稀 廚師是好花心機 用龍蝦殼去打成整個湯 之後再試一下 黑松露野菌忌廉湯 裡面的野菌打成碎粒 數量也不少 令到湯喝起來好有口感 也有濃濃的野菌味 好少喝到一個這麼有質感 好好味的湯 接著有法國水果雪巴 當日是草莓味 給客人用來中和口腔的味道 去預備之後吃的其他菜式 味道好清甜 夏天吃真是透心涼 主菜是四款選兩款 我們選的第一款是金雕蟲蠟燒 整塊魚煎得好香口 表面的魚鱗煎得好有立體感 好香脆的 魚肉好鮮嫩也好滑 厚厚一件份量都不少 看看有些菠菜和自家製的番茄醬汁 會見到一粒粒的番茄粒 這個配搭同時也可以減利 原來魚加上番茄汁也很好吃 第二款我們要了要加錢的 6盎司美國頂級牛柳 拼發鵝肝 是要加98元的 厚厚的牛柳上面配了鵝肝 鵝肝不算細件的 配上醬汁也煎得好香 牛柳是七成熟 同樣表面也是煎得好香口 咬下去也挺軟的 也有牛味 配上露筍和蘿蔔 最後就是甜品 是廚師精選 今天的精選就是焦糖燉蛋 焦糖表面好香脆 燉蛋好滑和好香的蛋味 你也可以加48元 轉比利時70% 朱古力心太軟 又或者蘋果金寶配雪糕 心太軟裏面是有朱古力醬 味道好濃郁 你看裏面有好多朱古力醬流出來 這個大家要記住趁熱吃 太久裏面的朱古力醬就會變回硬 表面也焗得好鬆軟 而蕃蕃蕃的雪糕 吃了會中和了甜和利的感覺 大家也可以在生日 又或者其他的慶祝日子 和餐廳說回 可以為你的甜品寫上一些祝福的字句 就好像我們的甜品上面 就寫了阿密日常 真是挺漂亮 好啦今天我們試完這個法國私房菜之後 首先環境方面 雖然餐廳不算大間 但他的裝修很有歐式風格 內外都很有氣氛 好舒服 好多人都想坐室外沒那麼焗促 但又怕熱 這裏都幾好 多部的冷氣加上風扇 完全不覺得熱 價錢方面最貴都是每人700多元 就可以吃到10道菜 價錢真的很貼 食材也很新鮮 無論擺盤 味道 醬汁 都做得很細緻 見到廚師真是用心製作 餐廳的位置也很方便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得記得一定要subscribe 訂閱 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按下旁邊的小鐘 和follow我們instagram 拜拜